2021年8月2日 今天是加拿大的公民日 大家都不上班 我們要把家裡的肚子摘了 然後給它冷凍起來 冬天吃 這一次專門就冷凍了 各種豆子都有 這個幾分鐘 還有三分鐘 尤其可以有點老了 我還在摘豆子 建平在家裡給豆子焯水 今天這個籃子是籃子 我們就分工了 他在做他的 接不完 天也快暗了 你看這些豆角高的 今天就正是不宅了 這是長的 那裡是短的 還有這些 還有這些 就留著吧 進去給等會兒全部焯好水 裝袋子的時候分享給大家 今天的雲菜很漂亮 裡面的過好水了 剩下這一點 繼續 謝謝 給大家看一下 先比較一下豆子 這個是長的那種四季豆 然後這個是短的四季豆 然後更多的是東北油豆角 花豆角 我分不出哪個是花豆角 哪個是油豆角 反正都一樣 是吧 但是總之啦 大概有四個品種的豆子 咱們家地裡的豆子 除了那個長的薑豆 我還沒長出來 其他都在這裡 是吧 還有那個矮的豆子沒有 嗯嗯 四個品種 我們就一起來裝 這個已經是焯過水了 我在摘的時候 建平就在焯水 焯水其實是可以蒸 也可以放在熱水裡 我們去年是用蒸的啊 嗯 焯過水 然後呢 把它滴滴水 我這個桌子是玻璃的 主要是想 顯巴一下 這麼多 給它放起來了 要不然呢 就放在 只要有滴水的 我們叫什麼 是滴網 對 給它滴著水就可以啊 這個就是 咱們一個冬季的 豆子豆了 嗯 新鮮的呢 該送的朋友都送了 嗯 老外朋友 不會送這種豆子給他們 他們也吃不來 只要是咱們自己華為的朋友 嗯 這一鍋呢 都全部給自己留著 冬天吃 這一袋子一晚也差不多啊 嗯 你說一個禮拜 吃了兩袋 吃了兩袋 那一個月就八袋 冬天呢 可以吃剩了幾個月啊 等我裝好了再拍吧 你要不手說呢 裝好了 感覺怎麼樣 還多哈 看到豆子 這就是我們今年 嗯 是五月份的時候種下的種子 我這裡還遇大袋 我沒種完 這是去年地上收的種子 在這裡呢 要特別感謝 我們那個鄰居朋友 給我們東北有豆角的 子 然後這個是香港朋友給我的 這個也是東北朋友給的 嗯 這個其實是我們自己收的 但是兩年前是他們給的 這個是這個樹 不知道誰收的 反正感謝你們朋友 給我們種子 然後這些 豆角 不管是東北有豆角 還是點豆角 還是 薑豆 都是可以冰凍 焯一下水 在冰凍 蒸一下也可以 焯一下水也可以 那麼再吃不完怎麼辦 那麼再吃不完怎麼辦 晒乾 嗯 你可以烘 夏天的時候 其實是 太陽曬一下也挺快的 我們去年曬的今天 還有嗎 對吧 對 晒乾 吃的時候 水浸泡一下 呦 你就 用點肉 蹬一下吃 很好的 呦 我們一共是十 十 十七包 嗯 比較重 我覺得 最起碼二十包應該有的 有吧 是有 我感覺淋起來了一點 嗯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分享到這裡 你如果都吃不完也可以這麼處理哦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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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